我在應付人生大關會考那一年 我沒有想過自己的十年後是這樣的 人本身有很多無限的可能性 有一句說話就是你可以為夢想而忘記吃飯 但千萬不要為吃飯而忘記夢想 全冷的曠神和大家一樣 曾經都是中學生 從讀過中午又多次從考英文科 但他沒有數到三就放手 我的高中生涯在這個位置每天上學放學 究竟我的學校在哪裏可以跟著我走 每一天我們都需要走這個103級樓梯 這條樓梯就會斷定你會否提到 這裏就是陪著我去考回考的地方 因為當時暑假發生了一些那些年劇情 因為一些承諾 所以我承諾了我要用心讀書 雖然當時的回考分數不是特別高 但都已經是這間學校的第一 我會覺得其實無論在哪個位置 只要你有心 其實不是學校限制了你的發展 而是你要相信自己 究竟你是心有多大 舞台就有多大 雖然沒有大學沙子 又沒有腐幹 但他的舞台的確大 只是33歲 已經是會跳hip hop的註冊社工 又是創立了絕世礦體的作家 還得到近50萬票的超級區議員 礦者真是立法會的傳奇 但身邊總有人會打擊你 問到礦者怎樣面對 莫聽村林打業聲 何妨淫宵且除恨 其實他的意思就是 當雨水滴到竹葉道 去逐漫時會有些聲音 你不是不聽 你是莫聽 你的故事是由你自己所寫 說不定你來自你生活 四周圍會有一些攻擊冷水 但實在不需要聽得那麼入心 但好像公開事一樣 人生很多事就算努力過都 記得我人生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一關 就是我遇見蔡元村事件 我們很努力很努力去做 未必能夠盡如人意 未必能夠完全保留到原委 而最重要的這件事 亦都是推動著我後來 有一個經驗去保育藍身衛 去未能夠被一些地產商發展 成為這個戈爾夫球場 但其實 蔡詠實馬煙之飛福 因為在小關上面 經歷了一些錯誤 會成為你一個成長的養分 我是不是成功的小嫂 我不覺得自己成功 因為成功和失敗的定義 每個人都不同 有些人會認為他們生活覺得很舒服 能夠和自己喜歡的人在一起 生活很健康 無憂 其實已經是成功 所以成功和失敗 其實要問一問自己 你想做到甚麼 你的夢想是甚麼